大家好 欢迎回到《活在五点》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在我们的多伦多很多的留学生还有一些新移民是靠租房子来居住的 那么其中的很多人对于租客保险来说是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回事的 而且租客会认为房子里的一切的财产和责任都是房东的 跟自己是没有关系的 而实际上租客保险是会给租客带来好处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租客保险 那么有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的保险代理人Jason G Jason 欢迎您 你好 你好 首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能不能跟我们的电视机上的观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 大家好 我是Jason 我从事保险行业有13年了 然后做财产保险有11年了 然后一直在一家公司Stay Farm工作到现在 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职业 跟他能接触到很多人 能帮助到很多人 那么今天是聊的是租客的保险 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加拿大 刚刚其实也说到了 很多的一些中国人固有的观念 他们会认为就是说房子的主人是谁 房子的财产和责任就是谁的 对 那么我想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房主都会为自己的房屋买保险 那么这个房屋保险包不包括这个租客呢 保不保租客 对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实际上很多就是租客 你每一个人吧 你可能买房子之前以为房子不是我的 我没有涉及到保险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租客保险应该是你第一份 通常大家会遇到第一份房屋保险 但虽然你不拥有这个房子 但是跟房屋相关的保险 回答您刚才那个问题呢 就是房东的保险呢 实际上它只保了房东的个人财产 房东的那些责任 但是对租客是完全 租客那部分责任 租客的自己的财产 它房东的保险是完全不保的 所以只是说在房东的那份保险里 会有相关的这个条款会注明 这个保险呢是它作为出租用的 这个房子是作为出租用的 所以这个保险呢 是跟别的房屋保险不太一样 是因为这一点上 但是租客那方面的责任 是没有人去保障的 它必须要 就是所以说租客要有一份自己的保险 来保障这方面的这个权益的内容 然后就像我们前几天出过 在社区里出过一个爆炸案 这个在曼汉 那个里面大家 就是后来大家逐渐的会意识到 这个租客遇到这些困难了 要大家要捐款 要去给他找地方住 然后他的一些这个财务的损失 这些都是怎么解决 他应该是没有租客保险 所以这个问题就现在 大家都越来越关注到了 这个租客保险是感情是 在这个时候起作用的 所以说租客保险 对于这个租客来说 这个切身利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给自己的利益有一份保障 对对 那么这个租客保险 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保的范围有哪一些呢 内容有什么 租客保险呢 有几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吧 第一个是liability liability呢就是说 你如果在这里面出了一些什么问题 尤其我们常见的 就是我们 我从业这么多年看到的一些 一些理赔的事项 就是比如说你有小狗 有客人来了之后呢 在你这玩啊 然后小狗又不小心咬人了 造成别人的伤害 或者还有大狗造成的伤害 那就更麻烦了 这都属于这个 这属于liability 还有一项一些 你的扫血没有扫干净 本来比如说你这租客 你负责扫血的 你没有扫干净 有人在那个车道滑倒了 或者是有人从 从你在你来你这 你来的客人吧 在你这吃饭呢 或者是在你这玩啊 开party啊 他们摔倒了 他们有造成那些伤害 都要从这liability来赔 还有一个比如说你的 你在这里不小心 你水龙头万关了 或者是造成一些 或者甚至有失火 殃及到邻居 殃及到楼下的这些人 那这个也是属于你的liability 所以这是第一最重要的 一个liability 实际上它的最高保额 能保 就是通常大家都会保到100万 甚至还会更多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一个主要部分 就是你的财产 你的像你的电脑啊 你的这些家具啊 你的这些衣服啊 你这些贵重的物品啊 所有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在这个财产保险里保 通常呢一般有那么三四万啊 或者更高 这个呢也是你如果这些东西 着火啦 是被水泡啦 或者是被人偷啦 这些都会有赔 所以这是两项非常重要的 一个重要的内容 当然还涉及到其他的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爆炸那个事件 就是如果租客保险里实际上有这个 如果你要是没有地方 因为这个一些事故 你没有没处住了 保险里还会涵盖这块的费用 给你保险公司给你找旅馆 帮你安顿下来 马上就能有住的地方 所以这是比较主要的几块内容吧 所以就两大块的内容 可以保障我们租客的这个 生命和财产安全 对对对 好那么这个 因为其实就是很多的一些 其实保险嘛 就涉及的方面是太广了 那么这个我们 如果说是买了这个保险之后 买了租客保险之后 它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一些问题呢 就比如说 是不是如果说 就是说这个房屋要扩建啊 或者是说要增加一些这个租客啊 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变化 会给这个租客保险 有没有带来一些 对的对的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 不单是租客要关心 房东也要关心 就是任何这个房屋保险 就是相关的租客保险 或者房东的保险 都会要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经常 如果有任何变动 有任何这个房子的变动 或者是租客的变动 你都要跟保险公司保持联系 因为这个保险呢 如果这房子有租客 是一种保险 没有租客 是一种保险 如果这房子呢 有一个一户租客 还有或者有两户租客 或者多户租客 这个保险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 你要注意的问题 房东要注意 房客要注意 你跟你的保险公司 要及时要沟通 要联络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 就华人家庭通常出现的 就是说 休假了 或者一回国 一回国你都是十天半个月 甚至时间更长 如果要是一周以上的话 最好呢 应该要通知你的保险公司 问保险公司 我要做什么 就是要不要跟你们备案啊 有没有什么这个处理啊 保险公司的通常的规定是说 超过一个月以上 如果要是这个房子空了一个月以上 如果出现问题 有可能会不给你赔 所以这个呢 都是要 大家要留意的 要跟你的保险公司保持沟通 有任何 你比如 或者像刚才你听到的那些 扩建呢 或者增加一些内容 增加一些这个使用 或者是比如说 我把有一些生意在这里 我在这里 开课 教课 教孩子 这些都会对保险有影响 所以你要及时跟保险公司沟通 明白了 就是说买了这个租客保险 也不是说就是能够放着不管了 如果有任何的 关于房屋方面的一些 或者是说这个租客增加减少 这样的一些变动的话 都是需要及时跟这个保险公司来沟通 对对对 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华人 就认为 保险害就是为了走过场 就是为了走过行事 反正出了事也不赔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你这个范围 只要是在这个保单里列的范围 如果真出事情 主要是没有其他特别原因都会给赔的 明白了 那么这个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听完您的介绍的话 我们其实都是在说这个house 就是独立的这种 没有说这个condo 因为我知道condo是有这个管理费的 那么这个是不是如果是租condo的话 其实我们都知道 留学生的话 其实很多也是是租condo的 那么租condo的话 有没有必要去买这个租客保险 还是要有的 实际上你这个问题问得挺好 很多人就说condoowner都认为 我已经有管理费了 管理费里包括了保险 那我就不用再买保险了 实际上你这个condo如果租出去 不管是你自己住 还是你要租出去 这个condo的owner都应该有一份保险 但是如果你自己住 是一种叫condoowner的保险 如果你要是出租出去 叫rental dwelling condoowner的保险 这也就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同时那个租客 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份保险 因为就是买在你租客名下的 这份保险 是保障你租客本身的这些权益 像刚才我们说到那些财产 liability 责任险 就是这两大块 都是你自己那份保险保 所以这样说 就是说condo的保险上 就可以有涉及到三份保险 比较麻烦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我们还是需要找到专业的一些从业人员 然后去咨询他们 我们应该买什么样的保险 保什么样的内容 是最适合自己的 对 是的 那么其实这边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假设我住condo的话 那么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楼上漏水了 漏在了自己的家里面 那么我是作为租客在家里面的 我发现了 那这个我又有租客保险 那么房屋就是房东 他也有这个房屋保险 那么应该是找谁去理陪呢 你这个问题问的就更专业了 非常专业 是这样 确实有这种情况 很多楼上漏水了 然后楼下你这个房客 你作为一个房客 你的东西被炮坏了 然后你的财产损失了 实际上呢 你通常大家都以为 既然是楼上惹的话 那我找楼上去 楼上他有保险 他的保险公司应该给我赔 但实际上处理程序不是这样 楼上的保险公司会说 就楼上那家人的保险公司会说 是我们给你造成的损失 但是你要通过你的保险公司来理赔 就是说那你正常情况下 你应该有一份你的租客保险 你的保险公司 先把你这些东西赔完之后 剩下两个保险公司之间去交流 去来就是清理这个到底谁 因为你楼上有责任 所以你应该给我楼下这份保险公司 来给这份钱 但是对租客来说 你只对你的保险公司 楼上的那家会说 对不起 我跟你没关系 你虽然是受损失了 但是我只对我的客户负责 我陪我的客户 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要一份 还是比较复杂 对 有一份保险非常有必要 但是即使再复杂 如果有保险的话 就还是说保险公司之间的一些复杂 那么其实跟你自己是没有关系的 没错 所以说看来这个我们的这个租客的这个保险 就是如果是假如大家是租客的话 购买一份租客保险 是会对自己的财产和生命 是有一个保障的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学到了 关于这个租客保险方面的一些知识 希望能够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好的 我们今天要活在五点的各位嘉宾访谈环节 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